阿里是麥都 阿里現在是Culture Thonger的項目 屬於Annada最新的項目 你看到湖頭的設計 你就感覺到這個項目主打 是年輕人、young professional 要有型、要時尚的感覺 一起參觀一下Culture Thonger的項目 Culture Thonger這個項目是一個年家居、年服務的項目 因為Annada的另一個品牌 ASCOT酒店管理屋服務 將會投入這個項目 為這個項目提供一個management service 亦都為這個項目提供家居的設計 你看到進來由洗手間到廚房 到一些鞋櫃、層架、鋼門這些 全部都已經是扶送了 所以相當之方便 由於這個是一個複式單位 所以樓下的空間是感覺非常良好的 4.3米的樓底給人一個很高的感覺 大的落地玻璃 在你設張書桌或飯桌是一個非常舒適的感覺 露台的使用率都相當高 加上高樓底 這裡是一個非常好的優點地方 項目本身除了評審之外 我們亦都選了一個空中樓的部分 這個空中樓亦都會為我們 帶來一個另外的生活空間 相當之配合年輕人的需要 是否會有需要的 Hello,哈里在曼谷 我現在在曼谷的通螺 我現在在通螺BTS 大約250米以內的距離 其實由新的skywalk口走到大廈 但這裏只有250米鏡的5分鐘的暴程 我現在的位置在sukovid 59 我出身的項目就是ananda 最新的項目culture culture culture通螺 它的位置在sukovid 59 這個項目除了有現在身處的 verdipass unit之外 亦都有它的sympass unit 當然在現在通螺 BTS最近站的地方 其實複式的單位 有都是貴的 但這個項目的價錢 相對會比較大眾化一些 其實確實是一個 自用收拾都錯的選擇來的 這次這個項目 是ananda一個 全新的品牌culture 這個新的定位的品牌 是走所謂年輕 young professional 以及價錢 性價比更高的 設計 好像這個項目 無論送的監視 或者整個空間設計的感覺 整支大廈的細節設計 都是很以年輕人 30至40歲 他們真實的生活項目去設計 我們一齊一搶一下 這個複式單位 而我現在身處的複式單位 就是樓下27.5 樓上10.8的複式單位 我們一齊看看culture當樂大廈的設計 剛才提過由BTS通鑼站 59階的天橋出口 走下去大概5分鐘以內 就可以到大廈的門口 走進大廈會經過一個private drive 都是一個往中大陣的設計 一樓是co-working space 十一樓就是泳池和健身室 低層那幾層就是sympath平層單位 高層至頂樓就是空中樓的單位 空中花園和會所就設在33樓和34樓 項目是由escourt去負責打理 提供好原始的服務 亦都是一個環保概念的設計 留意我們曼谷買123 我們可以提供更多新項目、新資訊 每次去負責 massa 以及紫庭壁 複雜的設計 我覺得不夠可欠 好,如果隊友也會不表達 meiner任何回家 可以打開 百字還可以分享